现在,中国没有发生战争,但中国军人仍然有牺牲,他们中的大多数,风华正茂,还有的牺牲,不为人们所知。 一年三百六十日,都是狠哥马上行,这是军人应有的担当。 很多职业的牺牲有这样那样的意外,但唯有军人的牺牲不叫意外,因为,所有的意外都遭遇运含于军人的称呼之中。 总有一些牺牲伴随着民族复兴,这些年轻军人在最美好的棉花义无反顾,负重前行,一转身成为震撼心灵的青春记忆,他们完成了对和平的守望,无愧于子弟兵的称号,无愧于新时期,最可爱的人。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让我们把2017年以来,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,再念一遍,让我们铭记他们。 正好,王晓东,1月19日,著名陆航,某团一家直升机夜间训练坠毁,街上两名飞行员牺牲,所在部队批准他们被革命练士。 牺牲的飞行员张好,妻子已经怀孕八个月,就要当上爸爸。 牺牲的飞行员王晓东,刚刚毕交结婚申请,本该走入婚姻的殿堂,两家部员万家园,痛彻心扉。 3月1日上午时时54分,张好烈士的妻子林红颜,在第一期无段下一名的男婴,体重3.3千克,母子平安,新生儿小名叫幼幼,幼,保佑的幼,是张好烈士生前为孩子索取。 苏银宏,20岁,2017年2月16日,苏银宏同志在执行训练任务,是因公光荣牺牲。 贾战敏,22岁,3月31日202时,青海省海西州德林哈市,公安消防大队一种对战士贾战敏出警途中不幸牺牲。 年仅22岁,4月1日,精神公安厅报公安部,批准贾战敏被列士。 并颁发国防服役经纪纪念章,姚维军,23岁,5月2日4时15分,明的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。 郑荣县南阳春衣民房起火,有一人被困,搜救过程中,民房中部抢体突然发生倒塌。 消防员姚维军同志被埋压,经过官兵权力凑救,姚维军于54分被救出,并立即松亡。 不幸的是,经权力抢救无效,姚维军同志于2017年5月2日7时11分状猎牺牲。 张忠南,33岁,2017年5月10日上午,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助理工程师张忠南,在执行值班任务时,感到凶了凶痛,却依然坚守岗外,在军医的却术下被送亡。 图中突发心梗,病情加重,经常就无效牺牲,献出了年近33岁的生命。 生命来来往往,没有来日方长,现在的每一天,都是余生最美好的一天。 大爱无疆,让我们用爱丰富生命的每一天,就在牺牲的前几天。 张忠南还在朋友圈里写道, 徐文,25岁,6月24日凌晨,四川冒险因山体突发高危狂塌,重庆秀山级的武警站是徐文。 在6月26日,运送救灾物资,前往冒险灾区救灾回撤的时候,车辆发生追尾事故,经常就无效,光荣牺牲。 黄静,40岁,黄静在九泉住血点的床铺,8月2日晚90时,正在西北大漠执行演习任务的东部战区陆军第72集团军,梦炮兵旅副旅长黄静,从演习场返回宿营地图中,遭遇车祸,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 梁昆伟,19岁,第一排月因为梁昆伟,九月是满服役期战士退伍回家的时间,可由于任务需要,西藏京池边防某团19岁的战士梁昆伟延期服役三个月,20月16时五时分,梁昆伟随对覆墓山口,执行武装石楼任务,在一滚十多八的悬崖路段,梁昆伟被飞食击中,壮烈牺牲,盆汝家。 25岁,9月22日深夜,深圳市保安区商紧接到新鲜田工艺人厂房五楼起火,消防部门前后出动120名消防员紧急到厂处置,于23日早晨将火再扑灭,在灭火救援战斗中,消防队员潘汝家英勇牺牲,年仅25岁。 田正军,27岁,2017年10月30日,2024分,田正军接到报警,三名群众被困在耿马自治西梦定镇,南木钻大悄悄蹲促,随时有可能被水冲走,田正军随即率领三车11人。 携带救援器材装备迅速赶赴现场,成功营救出两名群众。 即将返回时,宁河岛水未凸涨,水流湍急加剧,在协助两名战友先行撤离后,田正军同志卷入了湍急的漩涡中。 没能脱身,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年轻的27岁。 鲁信,21岁,鲁信生前朋友圈签名,我的工作太危险,你的人生无幸好。 10月31日,江西瑞昌发生一起到货车与油管车相撞的事故。 一名司机被死死压在货车轮下,为及时抢救伤者。 消防副班长鲁信带领两名消防战士用手暴徒。 这时,大货车突然滑落,鲁信不幸被押住,经权力抢救无效。 于11月1日,凌晨鸡生,年仅21岁。 黄鹏,30岁,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, 飞行中队长黄鹏11月7日驾机飞行训练,突遭飞机事故。 黄鹏未来就保护战机,舍弃最佳逃生机会。 最终应用牺牲,成为空军营列墙上第1776个名字。 年近30岁,退伍军人阮班贵。 30岁,强台风天歌来临前两天,阮班贵在父亲重病术后未遇的情况下。 提前结束陪伴,从湖北赶返澳门参加台风防发工作。 23日天歌来戏当天,阮班贵新早下班后的巨台风突然升级。 自发无条件留下抗击台风,紧急掉用沙包过程中。 阮班贵被强风刮倒,头部树重伤,送医场就无效不幸牺牲。 年近30岁,留下尚未入读幼儿园的儿子坚果,年轻无助的妻子和多病的父母。 退伍军人董盈辉,36岁,2017年8月11日中午12点40分左右。 退伍军人董盈辉同日在毛纯张家办的龙盘,充盈奋不顾身下水盈就不慎落水儿童英勇牺牲。 想念不足36岁,就此献出年轻的生命。 退伍军人李国武,43岁,12月10日上午8时许,在西安世纪金花赛高购物中心,发生了一起坠楼事故。 一名女子从11楼高空坠落,正在巡查的购物中心榜安李国武,伸手,试图接住这名女子。 却不幸被砸,两人当场身亡,李国武亲属回忆。 以前在新闻上看见别人跳楼,李国武还说要去接的话,肯定接不住。 这次他却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,皆是接住了,自己却也被砸倒了。 李道州,30岁,2018年3月3月下午20,武汉市洪山区里原街东湖花园小区27,一户居民家中突发大火,屋内堆积的大量费物品猛烈燃烧。 30岁的诸恶空降兵某部士兵李道州两次冲进屋内救出一对老夫妻。 等他第三次冲进火海,试图救出老夫妻卧床,在家患有脑瘫的女儿时,两人被浑滚浓烟吞噬,再也没能出来。 直至4月凌晨3时,搜救人员发现两人遗体,当时李道州背着被困女子,鼻子里都是黑烟。 崔卫涛、陈一夫,2018年2月13日,福建省三明市由西县公安消防大队审称中对消防战士崔卫涛,陈一夫在灭祸救援途中,面对消防车侧犯罪牙,被保护战友身受重伤不幸牺牲。 福建省,公安部有关领导,获悉后,第一时间作出指示,外出工作组前往被问。 14日,公安部政治部批准随魏涛,陈一夫同志为烈士,并颁发现生活防精致纪念章。 空军失势飞机牺牲官邻,2018年1月29日下午,空军一架飞机在贵州境内飞行训练中失势, 机身人员不幸牺牲,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,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人民空军,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 2月2日,南部战区空军,批准他们为革命劣势。 吴俊华,31岁,2018年1月20日实施,四川内江市威远县一处民房发生火灾。 接警后,当地政府专制消防队,立即赶赴现场扑救,消防战事吴俊华在组织搜救被困群众时,被突然垮他的房屋土砖混合墙埋压,壮烈牺牲,年仅31岁。 请明智,英雄会拥有你我心间,于是我们要铭记,必当铭记。 向我们的英雄致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